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出现一个的话就是黑人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受到不公平的平等的经济的待遇 还有警察知法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是贫富悬熟 在白人跟黑人之间的话可以显示出非常明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这个冤恨早就有直下来了 以后再加上现在短期间之内疫情期间大家看不到希望 大家的话就是说要求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所以为什么现在 ATIFA这个组织反发支持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它就是大部分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以后他们要改变 他们要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话就是心得煽动之后 他会参与 也有一些极端派的右派的他也利用这个事情搞事 搞到社会乱 所以这部分有另外这种因素出来 你看看参加游行参加暴动这些人的话都是高中高中生大学生 因为他现在什么高中大学都不上课 他们有这时间出学 所以也是因为这疫情阶段 当然第三部分里面的话就是归根结底 就是警察私报的案件 长久以来他们就用了这个所谓的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这个racial profiling 就是说你警察见到黑人就假定他是违法的 就是做犯罪的 所以警察的话就暴力私报的案件经常发生 发生了以后的话 1991年发生的经案案子 那是20块30年以前的 以后同样的有没有改变 还是没有改变 任何一个非洲裔的民众 在一生之中肯定会有平均下来的话 四次到五次会被警察刁难逮捕查问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这个文化已经在那边 你不做一个改变里面的话 还是一样不会改变 那当然 现在检察官他们是民选出来的 选民投票的 所以政治压力的情况之下 他要讨好选民 他赶紧起诉了 但是1991年的经案案件 发生在91年 但是为什么92年发生暴动 就是这个四名警察 在Semir Valley这个地方审理 后来审理结果在早上10点多钟宣布 四名警察无罪 中午的时候 罗汉基地区 中南区就开始烧火 开始打人 就是因为当地的民众 不满判决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找了这个Kies 这个检察长是非洲裔的 你现在信心满满的起诉 但是万一这个结果无利 被判无罪的时候 那会不会爆发像罗汉基一样的暴动呢 会不会比这次的 现在目前这种小型的暴动的话 会大规模去呢 这也是很多民众所担心的事情 你起诉并不表示的话 他就一定会定罪 如果不定罪的时候 你现在的标准提那么高 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的话都有一定的难度 你现在将这个二级谋杀的提升到 三级谋杀提升到三级 所以现在基本上 用三项罪名来指控他 但是万一这项罪名不成立的 以后这些民众 如果是他被定罪的 因为检察官他所现在采用的策略的话 是多个把持的策略 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他会 他检察指数的罪名是什么 罪名是检察官有主共权 他们采用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里面的话是多个把持 像这个案件用的是一个多个把持 比如说二级罪不成立 起码三级罪可能会成立 三级罪会成立的话 至少误杀罪会成立 总有一项会成立 他用这种方法来 那么多的把持 我闭上眼睛就可以盯中一个 这是一个 有另外一种的话就是 检察官提定要赢了 就是一个把持 依发子弹 我只有一项罪名 这部分里面还更有效 如果你指定的话就是 这是三级谋杀 这只有一项罪名 那对检察官从秩序操作里面的话 更容易有胜利的 所以说陪审团厅 他有没有故意的行为 他没有 所以一个要判他 所以他在这的话 他有没有这个过失 有过失 但是我只有三项第三 三级谋杀这项罪名 我应该他太重了 可能应该是误杀罪 但是的话 检察官不给陪审团做这个 误杀罪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逼死 所有的陪审员只能是考虑 有没有这个三级罪的谋杀 所以这个部分呢 逼着检察 我们很多案子都是这样子的话 陪审团不得不迫说 人有有条人命死掉 我录像大也看到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虽然二级谋 而虽然是这部分太重了 应该是误杀行为 但是的话 我没有误杀 检察官没有让我这个选项 说误杀罪 算了 就是他真的有做错 就往三级谋杀里面去了 但是检察官没有采取这样挫裂 为什么家属一定要要求一级谋杀 以后 以后现在检察官做了一个决冲了 一级谋杀 故意行为 我没办法证实 但是的话 他犯重罪的过程之中 导致人的死亡 这个二级谋杀 我来试试看 以后 试不了了 说不定是三级 三级不行的话 我还有个误杀罪 将来的话 这个陪审员 往往要到陪审团那边 过去的将来的程序 至少要走一年以上了 才能够到 在罗安基地方的话 可能会到两年 因为这案子审理太多了 所以在明尼索达走 有可能是 快的话是一年 才会到陪审团那边去 所以将来这个审讯里面的话 由将来只有两条路 这些人有可能是认罪 但是这个案子已经是变成 非常引起全球关注的 所以检察官 也不会开出好的条件 因为他开出好的条件 以后家属不满意 社会责怪他 所以他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给了他一个误杀罪 那基本上的话 家属会骂 所有的人都骂 他选举也可能会不会选上来 但是的话 如果要打陪团那边 他要面临一个话 就是说 检察官 他现在目前证据 已经出现一些瑕疵 就是说 使者家属所提供的厌尸报告 跟你检察官本身的报告 就有些不太相符的 辩护律实惠这方面的话 大做文章 也同样的 有另外一个辩护理由 就是说 你警察官就是因为政治的影响 而将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这个故意夸大 来评民分 但是的话 法律是要讲究证据 法律是要按照现有的法律来判的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攻击检察官 让陪审员的话 就是说 要公平公正 不能够因为政治气候 因为民分了 你会有个本来没有做错的 你抓个人去 去交个人头 这样的做法的话 是不符合美国所谓的司法公正的原则的 所以这个案子的本身来讲 影响这个案子的因素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结果呢 也是一个变数 那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这个检察长的选择呢 也是很难的 那不管怎么样 对 这次这个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是不是应该可以看作 目前美国社会各种矛盾 集中的一次爆发 一个集体性的爆发 掺杂了很多的这个因素 那你觉得我们华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因为很少有这个华人 这个来来来表态 或者华人团体来表态 那么华人团体这个应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怎样把握自己的立场 对 其实我们华人的话 也是小数主义 过去22年 我做了律师 从辩护角度 或者是告警察局这方面的话 我们过去处理了无数多这类的话 华人被歧视的 而在在30年以前 我在报社做记者的时候 曾经报导了一个来自台湾的 林秀文女士 她自己里面的话 在60号高速公路被警察拦下来 她英文不会答 不会不懂 所以警察要求她提供驾照 这些部分的话 她不应该停在路边 但是的话她停下来 以后赶紧跑到路边里面 要打电话给她老公 没想到警察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躲避警察的追捕 以后将她压倒在地上 压倒在地上之后的话 她英文不懂 以后一直想办法打电话给她老公 以后这个案件 后来的话 警察故意刁难她 以后将她关到 Rancho Cocomanga监狱中心里面去 后来我就知道 Rancho Cocomanga里面 她在Fontana 是美国3K党的总部 以后她因为她不讲英文 又跟警察顶撞 顶撞 这种情况之下 她全部被拖光光 以后被警察推进一个另外的牢房 养别的犯人修理她 等她出来的时候 遍体林乡 以后她还面临了一个 重罪指控 说跟警察发生冲突实警罪 还有妨碍公务罪 一大量的罪名 当时我在报道这个案件 我就觉得真可怜 以后但是的话 那时候警察所有的报告都是咬定 是她先攻击警察 尽管这个林女士的话 她没有 她很小 不可能会攻击警察 但是的话 在面临刑事案子的指控之下 她不得不要 如果她不认罪 她可能会面临三年的劳刑 驱逐出境 她后来的律师不得不办 她认了罪 那这个案件 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 怎么样子那么不公平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跟警 学会跟警察打交道 尤其是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话 之所以引发那么大的 这个这个示威行动 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video上面录下来了 这个案件也是有video 现在大部分警察身上 都随身带了这个video 所以警察有所收敛 我希望这个案件的话 也是一样会带来很多警察的 他在操作方面 他一定会变得更加小心了 当然学会跟警察打交道 最重要 第一我们要知道 警察他们训练是有限的 他们的训练的话 都假定所有人都是持枪的 所有人都是危险分子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跟警察打交道 不要跟一个带枪的人 来争吵 听从指挥 保命要紧 有一些 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的 这种案子的话 一定可以透过三个方法 第一个 向警察局提出内部调查 第二个 可以跟检察长FBI 这类监督警察的机构投诉 第三个 可以凭请像我们一样的 民权律师 向警察局提告 因为我们现在提告起来的话 就比较容易 就像Chino的案件 我们拿到了警察官 在警察身上随在的 camera 所以在法庭上 跟警察局来对峙 在庭上 距离力争 千万不要在街道上 来跟警察来论一个道理 这很重要 好 谢谢邓律师 对这个 Jorge 福尔医的案子的 精彩分析 那么 后续的发展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 那么下次 再随时 请邓律师 来为大家 跟踪案情的发展 好 谢谢邓律师 谢谢邓律师 再见